陳偉業議員 所謂這些專才 那些優秀人才入境的申請計劃 看看內容 主席 這個申請計劃 主要差不多是為 在香港讀書的非本地的學生 留在香港或者回來香港就業的安排 其實這個是另一種中共的殖民政策 74個人就幫這班人做事 一年花3,700多萬 這3,700多萬給我的老人家保護牙 那些學生 九成以上申請這些都是內地的學生 來香港讀書 讀完書想留在香港做事 或者回來香港做事 在1415年 總共接獲了1萬個非本地畢業生 留港和回港就業安排的申請 其中有9,603個 申請人就是內地學生 9,600多個申請 有9,542個申請獲批准 九成幾的主席 嘩如果這個 投訴警察 投訴科處理的投訴成功率這麼高 警察的名譽不同 九成幾申請獲批 我們每年要給3,700多萬 找74個人服侍他們 香港大學生 多少找不到工作 這一批就是所謂這些 人才的計劃 就佔領香港的學生就業的機會 08年發展到今天 有4萬1千個 非本地畢業生 獲准就在香港就業 4萬1千個啊 怎麼沒有什麼傳媒報導 沒有什麼人關注這個問題的嗎 是吧 所以要捍衛本土利益 就是要否決和要禁止 阻止 這些的申請 這個議會沒有什麼人說的 這些問題 4萬幾個位 就被霸佔了 所以我們看到主席 和這些的情況呢 是越來越嚴重 和那個的數字呢 是每年上升的 是吧 2010年是3千幾個 2011年4千幾 2012年6千4百 2013年8千187 2014年9千7百14 就來上萬了已經 所以你看到這些數字的上升 香港年輕人的出路 越來越狹窄 就是被這些人霸佔了 這個是配合 中共殖民香港的政策 將香港新疆化西藏化 很明顯的 所以入境處這些項目呢 是必須 加以這個反對 支持我提出 這個 修訂項目呢 廢除這方面的開設 其實我還有其他民政局 就是有關這個區議會 如何濫用 就是這個公帑 就是有關這個的 其他的修訂案呢 就涉及到這個 修訂案138 民政局 有關這個的 一億 四千九百幾萬呢 有關那個開支 但是 我沒有時間詳細講了 這個涉及到 就是民政局 怎樣浪費公帑 向下一代洗腦 這些青年計劃 以及向保皇黨輸送利益 跟著這個修訂案185呢 就涉及到 削減這個八億八千幾萬的 這個就批評區議會 這個 每個區議會一億 那些怎樣浪費公帑 怎樣在這個官堂做這個 音樂噴傳 九成市民反對的 就是區議會 在這個民政局局長 我常常都說區議會 這個民政局就是統戰部 就是這個 就是 負責政治的 就是情報的工作 總之他拿權的 就向自己的 親信呢 就輸送這個利益 很荒謬的 區議會 起一些避雨庭 不能夠避雨的 這些全部是公帑的浪費 最後 就是那些 工程那些款項呢 不知道哪些團體呢 因而承擔這些工程呢 跟著就謀取這個利益 所以你見到這一類 那樣的浪費公帑的開支呢 就是覺得這些區議會 在民建聯操限的區議會 這些浪費公帑呢 是必須加以這個的否定 那講回財爺的